影鞋杠中学生莫大莫小 马克宏当中给他上一堂课 法国总统马克宏虽然年纪轻轻 外表斯文 但对于自己的总统身份确实是相当严肃看待 马克宏18日在法国北部出席纪念带高乐将军于二战时 号召人民抵抗敌军的活动时 面对没礼貌的中学生直呼他小名 马克宏毫不留情 当中给这名同学上了一堂难忘的礼仪课 马克宏在活动后与学生互动时 其中一名男同学先是唱著共产主义运动歌曲国际歌 然后轻挑的以马克宏的小名Manuel问候他 Manuel 小曼 是马克宏名字Emmanuel 爱曼扭 本义称 结果马克宏毫不犹豫开口纠正他 直言参加正式活动应该要举止何以 这名中学生虽然一脸尴尬的向马克宏道歉 但马克宏并未皮修 抓紧机会 针对他稍早唱革命歌曲仪式 教育这名中学生 要他先把书读好才有能力去开展革命 让别人听他说话 整段对话过程被镜头拍下 之后在网路上疯传 有媒体批评马克宏对孩子太严厉 但马克宏在推特反枪 尊重是底线